李慧三十岁 吉林人硕士 吉林师范大学概率统计专业 傅磊老师 你好 张文老师 十二位老板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慧 桃李满天下的礼 实惠贤惠的会 2010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 概率论与疏理统计专业 硕士学位 有五年在北京 从事国际学校 双语数学教学及管理的工作经验 同时也曾负责学生的留学申请工作 今天站在非理莫处的平台 想要寻求一份 与教育相关的管理工作 或者是其他十二位老板 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谢谢老师 受学呢 曾经一度是我最喜欢的专业 所以我一见李慧的时候 觉得特别有亲近感 他说呢 他立志一直想做一名 不让学生讨厌的数学老师 他呢 解决问题少年 应该说超级有手腕 这个也是他的一大教学特色 他有一句人生信仰说 我要先做名师 然后再做教学管理 那么因此呢 这也是他的两个求知意向 因此我推荐李慧 谢谢张文老师 你是概率统计专业 怎么会去做双语的数学老师呢 其实我觉得人这一辈子 很多事情都是一个意外 就像我今天站在非理莫处的平台上 也是一个意外一样 当初我是正常研究生 毕业之前啊 签了一个高中 正常是找要一个北京户口 然后安安稳稳地在一个高中工作的 但是有一次一个朋友的孩子 他在一个国际学校上学 我说我去看一看吧 我瞬间被我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真太美了 这就是国际学校 然后正好旁边有两个老师在聊天 说咱们学校数学这块 没有双语老师可怎么办呀 我一听 我数学学得好 我英语学得好 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双语教师呢 首先有职业敏感性 然后我说我可以推荐一下我自己吗 他说你谁呀 我说这样吧 您给我个email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明天给您发一份简历 如果有机会您觉得合适的话 那我明天我就来面试 您觉得合适吗 他说那这样吧 你先发 如果合适的话 我再跟你联系 然后我说这样吧 我把我的电话给您打 您多少号 我就默默记下了 第二天都没给我打电话 不光是有职业敏感性 而且马上付出于实践 然后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没联系我 我就主动跟他联系 我说 喂您好 您还记得我吗 那天长得比较漂亮的数学老师 你们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比较漂亮的数学老师 对 然后他说 是你呀 什么事 我说您没给我打电话 您需要生育老师 他说 我把这事忘了 然后我说没关系 我没忘 我提醒您一下 结果去面试 第三个特点 出现问题 百折不挠 然后去面试 结果就顺理成章了 成了他们老师 那你为什么非要选择做数学老师呢 因为是这样 其实在座的各位 从小到大 数学老师的典型形象是什么 得戴个黑眼镜 黑眼镜 黑眼镜 非常严肃 挺龟眼 严肃 像个小老头 像个小老头 每天这个手背在背后 各自都在思考问题 头对着地 我发现李慧老师 长得特像 我小学时候的数学老师 也是特别甜 明显和我们 感觉传统的数学老师不一样 特有亲和厉害 怎么能特喜欢他 其实大家总结得非常好 戴着眼镜 老头 穿衣服呢 基本上一个礼拜不换 周一看到什么样 周五还是什么样 因为我有五年的教学经验 在这五年当中 每年我教了新的学生 都会进行一个问卷调查 这个问卷调查 所有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所有的人 都是因为不喜欢数学老师 所以不喜欢数学 至少有90%以上 所以我就知道 在大家眼中 原来数学老师是这样 那么虽然我不算是完美 但是我至少是看得过去 我为什么不成为一个 大家又愿意看 又愿意学数学的 这样一个 能够传递给他们知识的老师呢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点的教学 其实我今天还是有点收敛的 其实在课堂 你收敛了 谢谢你 你不要收敛 你给我们来个课前的那个训话 千万不要收敛啊 千万不要收敛 一定要让我们感觉到那范儿啊 叮 嗨 朋友们 大喜教授 嗨 怎么样 今天状态如何 困不困 不困就对了 为什么呀 你们看到谁了 是不是看到我了 今天我比昨天怎么样 更漂亮是吧 你们非常幸运 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荣幸啊 你们想想 一辈子又能看美女 又能学好数学 有几个人 你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 好 说到独一无二啊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问题 是关于函数 函数有个概念 就叫做one to one 就叫一对一 那么今天呀 我们就给大家 讲这个内容 可以呀 来 把话筒给旁边的男生 喜欢哪个老师 喜欢数学老师 喜欢这位老师是吧 对 非常喜欢他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喜欢他 所以把他取到家了 原来你是丈夫是吧 对对对 我怎么一点就点中了呢 我觉得是这样 本来他应该是可以靠脸吃饭的 非要靠才华吃饭 就是这个我就觉得他非常靠谱 所以我希望呢 这次他来这个舞台呢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呢 希望能找到一个靠谱的老板 让他能在他职业生涯上 有个更大的飞跃 那你觉得这12家企业 哪一个能够施展他的才华 其实应该是 最明显的应该是优胜教育 毕竟是跟教育相关的 这个行业 他这么优秀 干嘛要到这来应聘呢 只要有一个很大的平台 去做一个传媒 把它推 就是让更多人看到 如果在线下去做招聘呢 可能关注的是有限的 我觉得舞台还是交给我老婆吧 之前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 他说 他人生 我问你最崇拜谁啊 这人生 他给我答案是 最崇拜的就是你 是吗 你崇拜他什么呀 你崇拜他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人第一看的是长相 我老公长得太帅了 我真的我觉得 你们俩够乐观的啊 你们俩很乐观的 对对对 对 就主要是 谁说报一个 那就报一个吧 哎呦 你们俩心可够大 对 你们俩 不是那个丈夫你当初选老婆是看中她的颜值在先还是看中她的才华在先 应该是看着颜值在先吧 你知道你老婆崇拜你什么吗 应该就是属于我就是比较聪明的头脑吧 对 她崇拜你的一点 她崇拜你的是你的勇气 你居然敢把我给收 是吧 来 谢谢 请坐 好 好 很外放 也很有范儿 那像你这样的老师应该是什么学生都挣得住啊 你有没有碰到过问题学生 你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遇到学生非常多 我其实稍微我有一个可能冒犯点的地方 我认为他不能叫问题学生 我可能用错了 有个性 有个性 对 我曾经遇到过 因为我教的是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孩子大部分家境都非常优越 自然有个性是很正常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做到的是什么呢 我能够稍微纠正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举个例子 我妈有个女孩 她长巨漂亮 家里巨有钱 你要现场模拟哦 好 没问题 现在我是那个女同学 我觉得我是之前最漂亮的女孩 反正我们家有钱 我将来也不用学习 将来我妈花钱把我从大学去完事 毕业了 反正我找个有钱老公就完事了呗 好 下面角色是惠惠老师我 您假装那个学生 我假装 反正我漂亮 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在走廊走的时候 我听她在他们班大喊 你们这帮男生能不能看出我是美女啊 一天天的就是天天看着我是美女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漂亮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还有这样的人呢 真有 结果我听到以后突然发现 我有想法了 我私下找她 我说 老师 咱们俩聊了呗 你有没有见过我这么漂亮的人 真是世界上头一次看到 你觉不觉得你长得特漂亮 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 世界上漂亮的女孩 但是有一个最大缺点 没有表现的平台 你不能光在班里边表现得很漂亮啊 你是不是得让更多人看到 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平台 全学校的一个平台 怎么样 想想去 他才用这样的引导方式 想去吧 想去 好 那时候你都没展现出来了 但是可不是轻易让你上这个讲堂 那要怎么样呢 你之前数据多少分 20多是吧 没那么差 20多 好歹一个59吧 他真的是20多分 20多分 20多分 你这次考试 期末考试 如果只要得55分就行 因为我们及格是50分 55分就行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行啊 这是一种个性学生啊 今天你来求职的是教育和行政类管理港 但教育只有优胜教育 那行政管理港 你有哪些一厢企业 是这样 因为我在过去五年一直是做教育 但是我一直希望我的职业规划呀 一共有两条 第一条是做名师 第二条是做教育管理 那这个管理呢 可能是更侧重的 优胜教育是我的第一选择 如果其他老板所给我提供的这个职业规划 和我这个方向是相对来说 能够保持一个一致的话 我还是会考虑的 最低薪金要求多少 12000 最低薪金12000 对 有低域的限制吗 北京 北京 对 其他地方完全不考虑吗 因为我家在北京了 好的 对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接下来进入天生活有才 PPT展示 来 在第一页PP当中是我的个人简介 一共分三块 是我在研究生期间 第一份工作和第二份工作当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吧 第一个学校呢 让我有机会到美国学习 并且成为双语教师 在第二个学校当中呢 我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带头人 然后实现我的管理工作 所以呢 我非常感谢他们 那么现在看到的是我的教学能力 我一共分了四个项线 在第一个项线当中 是我对我教学能力的一个具实展示 第二个呢 是关于校领导和学生对我的一个认可 第三个 是我专业能力的一个具体证明 最后一个 是学生对我的认可 在第一项线当中 大家会看到一个对比图 这个对比图呢 说明我的教学能力是什么呢 这个班原来我不是他们的老师 然后在第一学期 他们的期末成绩 优秀率只有15% 等我待了以后呢 他的优秀率达到了78% 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在这一页当中展示的是我的管理能力 分别是教师的御用 团队建设和学生和老师的管理工作 这里面我特别要说明的是 在第四项线当中所呈现的 这个是我曾经负责的一个项目 是关于Pi Day Pi呢是3.14 那么我们为了让学生们对数学更感兴趣 所以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下面这个红色 比较显眼的是学生做的一个海报 右侧呢是我们当时非常火爆的场面 以及我和志愿者的照片 这个是我的职业规划 一共有两个路径 因为我非常喜欢做老师 所以我希望在我工作过程当中 教授课程的过程当中 然后给学生传递一个非常正确的 教学理念 教学方法 然后扩大影响力成为业内名师 与此同时呢 我将总结我做老师的一些经验 把它应用到我的教学管理过程当中 影响我身边的老师 最后实现我教学管理的这样一个目标 教育改变人生 我改变教育 好 就到这儿 谢谢 这个李慧老师 你为什么会考虑有可能会离开教师这个岗位 进入到其他的这种企业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一个有能力的人 我特别希望把我的一些能力传递给更多的人 影响更多的人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做管理者 能够影响你舍下 可是我有个问题啊 李慧 你看你这个PPT基本针对教育行业来的 那你完全可以在线下去找这个专门的教育行业 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平台上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平台 我可以直接面对 你找过没有 找过 投过优胜教育的简历没有 没有投过 因为你在的这个第二份工作 就现在这份工作 是个很优秀的学校 其实这么优秀的学校 你拿了你这个做桥门砖 基本教育机构都会收你的 真的用不到到这儿来 是这样 就是我做老师很开心 目前的我工作也很快乐 但是因为我现在做老师的话 都是对班的学生 他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实现 我这个管理和名师的一个梦想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因为你觉得你是在数学老师当中的一个特别优秀 特别另类的 你有一个舞台梦 在这里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 我在你在回答之前 我先说一下我曾经的一个经历 我以前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而且我是知道我是绝对不会离职的 但是我到别的公司去面试过 我就看试试看我能不能进去 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或者也尝试一下自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我有尝试的想法 非常好 其实我想说的是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 找工作是一方面 能够登上这个舞台也是 我时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是一个打工的人 我是一个求职者 我也许不想换工作 但我也想到这里来展示一下自己 事实上面在生活当中 在很多的场合 我们没有办法去展示我们的才华 就包括你刚才的这一番的言论 我觉得就非常好 首先给全国的数学老师 起到了一个示范的作用 第二个来说 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也有了一个暂时的机会 我认为这一定是想要做到兽试 因为某种意义上 他在那两所求职 都已经说到第二 一定有某种程度 希望在兽试的平台 来展示自己的能力 所以说他这种追求 我也是理解人支持的 来在这儿 我并不是说来做秀 首先我声明 我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求职者 我是用真诚的心站在这儿 所以绝对不是做秀的 我就是想找一个更好的平台 如果说其他老板 能够亲自带我 或者是给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领头人 带领我走管理这条路的话 我也会考虑 他就不去就生教育了 不是 所以这刚才 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你的前两份工作 给你一个很好的基点 已经让你足够可以在教学领域 在这种教育行业里边 做管理者 对吧 但是你第二意向是 在企业里边做行政管理港 也就是说你不拒绝 其他的十一家企业 给你投出这个 行政管理港的职位 也不一定是行政 或者是市场也可以 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 你从来没有做过 你也一样跟教育管理港 他从目的上来说 他到这里可以完成三个目的 第一个他可以 见到陈总进入陈浩那里 第二个可以展示他的才华 第三个他可以寻找 更多的选择 我觉得其他的任何一种途径 都达不到这三个目的 但你会呢 你的PVD里面写的是 你是五分教师啊 非常厉害 然后你整个路线是大毕业的 然后忽然间你到时说 如果谁给我一个特别好的职位 老板亲自带我 我可能就去习生行业了 我可能就去那什么专 我说那你的理想在哪啊 其实李慧你的话语 是有些许的矛盾的 你那么热爱教育行业 你不能说其他的行政行业 我也想做 但你又从来没有做过 这不是矛盾的吗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比如说我做双语教学这个事 它就是一个意外 很多事情就是在意外当中发生的 我也不知道在这个舞台上 会发生些什么 或者说老板谁会选择我 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里看来 你不能因为意外 你对自己职业未来规划的 好像不太清晰 因为实际上 就刚才你说的一句话 不太认同啊 你说实际上是你一个老板 来决定你未来的发展 实际上首先的话 你要选定方向 对 你之前做的都是教育 你今天不能说 因为有一个好老板 他是做 比如说做汽车的 或者做美容的 特别赏识你 然后你就跟这个老板 就走到那个行业了 实际上这个 我觉得跟你职业 教育的这个使命 就完全就不搭杆了 其实我提醒大家一句 他刚才有一句话 我要更大的舞台 对啊 其实这个舞台 到底是讲台 还是舞台 还是人生的大舞台 其实他骨子里面 是有展现的要素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 这位漂亮的女老师 但我未必赞同你这样 在某种程度 我就是和你差不多的 这一类的人 就像某种 我现在我要去演电视剧去 我要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从理性的角度 这绝对是不值得的 但是我想 我此时不疯狂 还待何时 但如果说你接下来 想选择行政类的 或者是市场类 刚才说的这几个观点 你没有做过 但是这种意外 它不够不足以支撑 一万二的约薪 我再确认一下 问你一下 除了教育 幼生教育之外 其他的行政类岗位 你考不考虑 考虑 考虑的话 你的薪金不低于多少 一万 老师的那个岗位 跟别的岗位 还是不一样 所以你考虑清楚 到底是一直做名老师 还是做一个 在舞台上 可以展现自己 万众瞩目的那个人 不管他是个明星 还是一个企业的明星 好不好 你自己考虑一下 第二轮选择 取货率 还有五盏灯 来提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刘霞勇开始 我愿意给你 我们PVGO 金牌训练员 课件部的 总监助理 这样的岗位 我这边给你提供的是 作为我们中续软 集团总部的 这样一个培训师 培训的主要内容 是我们新进的员工的 关于商标 知识产权等的 专业技能 以及中层干部的 一些迷你MBA的课程 李慧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 我留下来 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你道义上的 一个支持 北京呢 我们也有工作岗位 就是运营管理工作 管一些我们的销售 专卖店 我觉得如果说 你有这种梦想的话 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尝试 但是我也同时也希望 你继续做好 老师的工作 好 谢谢 我们希望能够 给你我们的这个销售部的 这个培训师的这个职位 我就给你两个职位 一个是我们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教务管理港 负责我们 全国加盟商的 某一个学科的教学管理 还有一个就是 到我们的研究院 行业研究院 做一个研发专员 研发你喜欢的课程方向 两个岗位 好 谢谢 好 考虑一下五盏灭灭掉 陈昊 东军 谈钱不上感情 请揭晓 那个我简直讲 我给的不高 但是是因为我们的 正常的教务管理港的面试 需要六面 你最起码还得说课一次 8000加 8000加两边是一样的 来 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第一个问题是 将来的方向的话 还是关于管理港是吧 对 然后再往上上升 其实我倒挺建议你 先干干老师 你这个水平的老师 一个月挣一两万 一点问题没有 然后你了解一下教育行业 以及它的市场运作规律 你再决定 你往哪个管理港方向发展 沈总 你先从专卖店开始管理起 管理完之后 你可以成为一个片区的负责人 成为一个城市的负责人 主要是运营管理 第二个问题是 两位老总能不能把钱再往上加 我相信我是个非常好的员工 能得到我是你们的荣幸 我们那加号是实打实的 是有加的 对 不是摆那看的 我希望是在一个实打实的数字之上加 你那一万二是底薪吗 你原先 一万二是就是每个月的钱 对啊 我这是底薪呢 所以 对不对 我相信没有哪个功力学校 能比我们私立教育机构的 给的待遇高啊 成好你就告诉他 大概拿了手多钱就好了吗 一般都double嘛 在我们那儿 就两将近 所以我说你得说课 你现在没有说课 我很难给你定星级 对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优胜教育 通名初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最终我选的是优胜教育 我觉得还是follow my heart 就是随着我的心 我还是很热爱教育事业的 每个人需要平台展示 才能够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 所以说 不管这个高还是低 只要我表现好了 我知道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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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